Hello 大家好 我是Hexe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那个开始之前这里提醒大家 就是最近在Facebook 有很多人冒充我的照片 然后去卖课程等等的哦 所以这里要提醒大家 那些都不是我的account 我目前只有这个YouTubeaccount而已 所以如果大家在Facebook 有看到有用我的照片来打广告的话 帮忙report一下 那么就不会害到更加多无骨的人了 好吧 那么我们就继续进到我们的主题 今天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人生购买的第一支美股 然后我为什么会买 我买的动机又是什么 等等都会在这支影片跟大家分享 那么在开始进入正题之前 这里提醒大家 以下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 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那我购买的第一支美股是什么呢 它就是QQQF 对 没有错 它是一档ETF 为什么第一支美股我会选择购买ETF 而不是个股呢 这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因为我目前大多数的资金 都还是在马股的 那么美股市场也是从现在开始才慢慢踏入 那我会选择踏入进美股的原因 第一是因为我可以参与在美股市场嘛 也就是整个国际市场 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也可以做一些内容 给大家看看我美股投资的一个历程吧 因为只有我自己投资在了美股市场 那么我才可以做到更多更好的内容给到大家 那么大家在两地的一些讯息都会懂一些一些吧 然后说回去为什么我会选择ETF而不是个股 是因为其实投资在美股的话 老实说来来去去就投资在那十几间公司而已 对不对 那么我就想我就直接买一单ETF 是有这十多间公司在一起的 那么事情就解决了嘛 所以以后这十多间公司的利好或者利空 我都会参与在里面了 那么就不会发生那种 其实你很想买Desla 可是因为你现在大部分的资金都放在了Microsoft 所以Desla有什么利好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嘛 对不对 然后你就会好像有那种错过了的心态 所以你买了ETF就不会有feel of missing out的心态了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选择投资在ETF而不是个股 其实在之前的影片我也是有跟大家讲解过 说我们身为一个外国投资者 就是住在美国以外的一些普通投资者 如果要踏入美股的话 ETF会是你一个更加好的方式投资在美国市场 好 那么接下来就说 为什么我会选择购买QQQM而不是其他的一些ETF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在美股其实受到大多数人的关注来来去去 就拿十几间公司而已 那么我自己本身呢想要投资在的公司呢 都是比较偏向于科技的 比如Tesla啊 Apple啊 NVIDIA啊 Microsoft啊等等就这些公司嘛 那么如果你想要一次过直接投资在这些股票的话 那你就有几档ETF可以选择 主要投资在科技的ETF就有XLK VUG QQQ 那么在XLK里它的前十大中产股就没有Tesla 那么我首先就会把它淘汰掉 那么就只剩下VUG跟QQQ 所以我在这两档里面就选择了一个更加不便的选择 就是QQQ 就觉得我的第一支就不用太过于fancy 那么其实我购买的是QQQM 它跟QQQ是一样的东西来的 只是QQQM它是一个更加便宜的一个选择 然后它也更加新 那么它对比QQQ主要的坏处就是它的成交量会比较少 那么我主要投资的目的不是拿来交易的嘛 那么对于我来说QQQM就会更加适合我的选择了 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 我在之前的影片有跟大家讲解过 我最看好的三档ETF嘛 那么在这我看好的几档ETF里面 也就刚好我关注到的时候 QQQM是刚好突破阻力线的 对我来说是一个不错的入场点 因为QQQ从高点跌下来 都有一个很大的跌幅了嘛 然后现在它成功突破了那个阻力线 我认为它涨上去的可能性还是会比较高的 但是还是要预防的就是 如果它突破了最后又跌回下来 就变成一个假突破了 那么在跌第二波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了 所以我们就来看图下 从技术分析的角度 会买QQQ的原因是因为 它从高点跌下来 这个是它的第一波 然后这个就是非常经典的 跌了第二波是一样的跌幅空间 那么要再跌第三波的可能性 还是会有啦 只是跌了第二波 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时机了 所以我们就去看近期这里 其实它在这里下面的时候 我们也是可以画一条阻力线的 这里就会有一些破底的形态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入场点来的 只是在这个期间的时候 6月7月市场还是非常不稳定的 所以我就没有打算买进了 所以它过后就有一波涨幅 然后在这一个期间 我也没有想要购买 是因为我也担心它会到了 之前的这个阻力点的时候 就会被打压下来 对不对 所以就认为更有效率的一个买点 就是直接等它突破了这个阻力线 那么再买进 是一个更加好的一个入场点 所以当天这一天突破的时候 是应该买进了 可是刚好我就是在这一个星期的时候 我比较忙吧 就是我有一些事情 所以就没有去看盘了 所以我就错过了这个突破点的 有效率的买点吧 当时回头看的时候就认为 哎呀没有关系啦 就在等第三天 等它确认了过后再买进 其实也不会太迟的 所以第三天在这里是爆量了 我是没有那个从东要买进的 因为这一天的量是暴涨 然后有一个很长的上影线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的就是 在这一个区间就是一个攻击量了 它在隔天就涨上去了 所以在这一天的时候我才买进 所以这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仓位 我买进的价位是在132.8美金的 所以这里就公开给大家看我的portfolio了 我买进的价钱是在132块半 然后QQQM就占了整个投资的80% OK还有20%是cash来的 OK我还没有买第二支美股 我买了第二支美股就会再update给大家 那么我们接下去看这个技术分析图 然后在这一天买进还有第二个理由就是 刚好均线也是打到了一个黄金交叉点的 所以又加上突破点 我又确认了再加上黄金交叉 那么我就买进了 其实这个形态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头肩底 然后他突破了再回踩 然后涨上去的可能性就非常高了 这个就是一个真的是非常经典 他突破了还要回踩一下 然后再继续攻击 所以希望他是会照着这个趋势走啦 那么他下一个点会涨到哪里呢 我认为很有可能在这个145块的时候 这里就会有一个阻力了 如果再突破这个阻力的话 就很有可能会有第二波涨幅了 那么那个涨幅就很有可能会达到之前的高点了 甚至突破之前的高点 所以这也就是我用技术分析买进的一些理由了 所以总结来说我第二个购买的原因 就是因为技术分析 刚好他突破了阻力线 然后购买的第三个原因就是比较多在基本面 因为到了现在大多数主要的一些公司的业绩都已经公布了嘛 那么很多未来将会发生的事情跟推测 都已经price in在里面了 所以我认为以现在这个局势来看 现在差不多在8月中是一个相对来讲 比较保险的一个入场时机吧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我们先不要看他未来会怎么样先 我们从1月到现在 中间其实都发生了很多事情嘛 有打仗有通膨有盛息 有公司出入了非常不好的业绩 所以在这前面几个月里面去进场的话 市场是属于一个比较不稳定的状况的 甚至到了上个星期还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时期 因为都是大部分的主要的公司公布他们的第二个季度的业绩嘛 那么如果你在上个星期去投资的话 如果他出来的业绩是不好的 股价就会向下走了 那么还会有很多不确定性嘛 所以等到了这个星期 他们都公布完业绩了 该跌的跌的 该反弹的 已经开始反弹了 所以从这个星期开始 我就认为可能会比较稳定一些了 那么稳定了过后 涨上去的可能性还是会比较高的 再加上我们去看更大的局面 美联储在上个月加息3码嘛 所以是跟上上次一样的 所以他就连续加了两次0.75%了嘛 那么我认为啦 也很有可能0.75%是他加息的一个高峰了 因为现在在美国 油价也有稍微控制下来了一点嘛 在原材料的部分也有被调整下来一些 那么如果没有什么黑天而事情发生的话 接下来加息的幅度 应该就不会太大了 不会到4码 就是直接加1% 所以我认为他有几个选择 他不是加3码 就是加2码 所以他不管加3码还是2码 我认为对市场来说 都不是一个非常利空的消息了 因为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这个节奏 所以在8月10号就公布了CPI码 是8.5% 所以之前是9.1% 现在CPI下降到了8.5% 虽然这些数据它不能代表什么 但是美国加不加息就是看这些数据的嘛 所以这样看回去 很有可能9.1%会是那个高峰 然后接下来就会慢慢保持在8.多个% 或者慢慢是减下来的 所以接下来走势 预测的话可能会是在一个盘整 不然就是一个向上走的一个趋势吧 说了那么多 但是现在你购买美股 你要注意的就是 虽然美国不承认说他们进入了经济衰退 他直接把经济衰退的定义改掉 所以他们就没有进入到了经济衰退的阶段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专家预测 经济衰退会延迟到明年 甚至预测到24年的都有 也有专家说股市最坏的情况是还没有到来的 还有可能会有第二波的一个大跌幅 这些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所以不管是你买ETF还是个股的话 这就是你投资在美股 要面临到的一个问题了 所以你现在去购买美股 你最主要的风险就是 你可能还会再面临一次巨大的下跌 因为股市是还没有达到低点的 但是我想要说的就是股市就是这样 尤其是美股 因为在美国发生事情的可能性是更加大的 全世界的事情都会跟它有关系 那么影响到美国股市的因素就会更多了 所以股市就是这样 如果你现在不去残余的话 那么你等到的股票回到去之前的高位的时候 等到市场正式进入牛市的时候 你再进场 那么你就错过了这一段涨幅了 你就错过了市场带给你的机会了 那么这样来操作的话 我认为就是一个后知后觉了 你没有把握好市场给你的机会 但是如果你现在去残余的话呢 哪里知道你还要再经历一次股市的大跌 那么你把你自己放去未来 再看回现在的话 可能现在就不是一个很好的进场时机了 所以以我个人来说的话呢 我认为我可以承担这个风险 那么我现在买进了 那么一年后两年后 它才回到之前的高点 甚至突破高点 那么你回头来看 就可以说你的入场点是一个相对低点了 那么我又可以在这里跟你们催水一下 对不对? 极好 我认为美股要涨回去它之前的高位 甚至突破它之前的高点的话 也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 因为它总是 它一定 它也必须突破之前的高点 那么在美国 它的经济 政治 贸易 才会健康嘛 所以我认为 现在主要的问题 只是 它几时涨回去之前的高位 跟突破之前的高位而已 所以如果我实测的话 它又继续下跌 那么我就会继续买进 那么如果它真的涨到了之前的高位 甚至突破高位的话 我就赚到了这个涨幅了 我的策略就如此而已 来到了最后 这里还是必须跟大家强调一下 这里只是跟大家分享我的购买记录而已 并没有叫大家也要去买 而且我购买的QQM 我认为也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因为在外面 别值股票 别挡ETF 还是有隐藏很多很多机会的 甚至可以说每一天都是机会 这里我只是依照我的生活方式 我自己的策略 我可以承受的心态 来挑选出目前最适合我自己 成为我第一次踏入美股的股票 所以我就选择了它 所以大家购买之前 也要了解自己 并且做好你的功课 如果有人好奇 我用什么平台来买美股的话 我用的是IBKL 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点击下面的链接 去IBKL的官网 去了解看 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好吧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